我们经常能在NBA中看到有球员佩戴面具登场比赛,不过大家真的了解这个面具吗? 如果紧紧以为那就是一个普通面具的话,就继续往下看吧,以面具用途。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面具是干啥的,很简单,保护球员脸部,脸部是个很脆弱的地方,在NBA这么高强度的比赛之中进行对抗,面部是肯定要做好保护的,而在CBA等强度较低的联赛中,我们很少看到有球员带着面具出场,因为比赛的强度比较低。 这个我们就不再多说了,大家肯定都是知道的,二面具的制作工艺,不要小看了这个面具的制作,NBA每个球员的面具都是完全按照该球员的面部参数来定制的,可以完美的接合球员的脸部。 使用的材料相当上当次,是正儿八斤的行天材料,所以不可避免的。 造价特别贵,像欧比德本萨基所佩戴的面具,制作费用超过了上万美金,在国内都可以买个差不多的车了。 三面具价值不要以为一万美金就是这个面具的所有价值了。 这个面具跟货里的牙套一样,有着不费的收藏价值,曾经可比戴过的一个面具拍卖到了5W美金的价格。 想不到吧,特别介绍给大家再讲个小故事。 NBA无争议的面具之王叫汉密尔顿,是霍塞夺冠那年的主要成员。 汉密尔顿因伤而不得不戴上面具打球,伤好以后是下面具恢复面部自由,可是他的数据却止不住的下滑。 后来汉密尔顿不得已再次戴上了面具,数据才开始回升,或许面具已经成为了汉密尔顿的精神暗示,从此汉密尔顿就开始戴着面具打球直到退役。